大家好 欢迎收看外交短评 10月4日欧盟在针对 是否对中国进行电动汽车加征 反补贴关税的最终投票中 欧盟成员国以10票赞成 5票反对12票弃权 未能阻止欧盟委员会 简称欧委会的征税提案 不过欧委会10月4日就说 将会继续与中方谈判 探索替代解决方案 不少媒体都指出大量弃权票 突显了成员国对挑起对华贸易战的不安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月4日回应说 中方坚决反对欧方的中财草案 但也注意到 欧方表达要继续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 中欧技术团队将会在10月7日继续进行谈判 中方敦足欧方真正展现落实政治意愿的实际行动 回到通过磋商解决贸易磨擦的正确轨道上 中方也必将采取一切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 欧洲新闻台和美国彭博社10月4日 援引消息人士透露 投赞成票的是法国、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 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荷兰和波兰10国 他们的人口占欧盟人口总数的45.99% 而投了棄权票的12个国家 是瑞典、西班牙、比利时、 捷克、希腊、克罗地亚、塞浦路斯、 劳三宝、奥地利、葡萄牙、 罗马尼亚和芬蘭 他们的人口占欧盟人口总人数的31.4% 其中西班牙在7月的咨询性投票中 曾投票赞成的 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9月访华后公开反对对华加征关税 而投反对票的是德国、匈牙利、 马尔他、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 这5个国家的人口占欧盟人口总数的22.7% 其中斯洛伐克和德国 在7月的投票中投的是棄权票 按照欧盟的议事程序 要让欧委会各自加征关税的决定 27个成员国中必须有15个成员国投票反对 同时他们代表的人口总量 需要至少占欧盟总人口的65% 多名的欧盟外交官对政客新闻网欧洲版表示 这个投票实际上是意味着 欧委会可以自由地决定下一步行动 欧委会在投票结束之后就发表声明说 欧委会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提议 获得了欧盟成员国的必要支持 但是声明就补充说欧盟和中国将会继续努力探索 替代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必须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 能够充分解决委员会调查所确定的损害性补贴 并且可以监控和可以执行 根据这个声明 欧委会最迟在10月30日公布加征关税的最终实施条例 其中将会包含欧委会对华电动汽车所谓反保贴调查的最终结果 相关决定就会从第二日开始生效 这个将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谈判流出了时间 欧委会贸易防御司司长马丁·劳卡斯 9月底曾经说即使在表决通过关税上路之后 欧委会仍然愿意继续和中方谈判 以达成避免征收关税的潜在协议 他当时说欧盟和中国的技术性谈判 已经升级到几乎每天都进行一次 并且可能延续到10月底之后 劳卡斯说在法定的期限之后 价格承诺或者任何其他解决方案仍然可以被接受 而所谓的价格承诺是指中国车企 向欧盟出口的时候主动抬高售价 控制出口的数量 减少对欧洲公司的所谓伤害 换取欧盟取消关税 根据路透社10月2日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谈判中的一项方案 是根据电动汽车的续行里程 电池性能 以及是两轮驱动 还是四轮驱动等因素 计算最低进口价格 另一个方案就是承诺在过渡期内 对欧盟进行投资 并且设定配额 在欧委会8月20日 披露这个中财草案之后 中国业界就曾经提出 价格承诺解决方案 但就遭到欧方的拒绝 商务部当时对此心表失望 并且提到多个价盟成员国 对于价格承诺解决方案 表现出较大兴趣 投票结果出楼之后 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 4日在社交平台就警告说 尽管欧委会投票支持加征关税 但欧委会主席冯德来恩 不应该引发贸易战 我们需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对于最新的表决结果 德国和中国的车企 很快就表达了不满 民事集团迅速回应说 征收关税是一个错误 而大众汽车就要求欧委会 在关税生效之前 和北京达成谈判解决方案 旗下拥有瑞典富豪汽车 和英国莲花汽车的吉利控股集团 也批评这个决定 说它不具有建设性 有可能阻碍欧中经贸关系 最终损害欧洲公司和消费者的利益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就说 德国政府的反对票 发出了正确讯号 为了经济繁荣和增长 德国政府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 支持欧洲和德国汽车行业 和他们的员工利益 并且在今天的欧盟投票中 投了反对票 德国工业联合会就强调 相关决定不应该终结双方的对话 德国工业界呼吁继续谈判 防止贸易冲突升级 与此同时欧洲工业界和中国稳定经济关系的利益 也必须得到平衡考虑 而据央视新闻报道 欧盟中国商会在4号发表声明 表达对欧方推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表示强烈不满 声明说商会再次强调 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发起的反保铁调查 是政治驱动下的不公正的保护主义做法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所形成的竞争优势 绝非来自补贴 而是来源于激烈市场竞争之下 所发展的整体供应链优势 征收高额反保铁税 不单只影响中国企业 也将会对欧洲和全球企业 在中国生产电动汽车带来干扰 对原产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不会增强欧洲和其他市场本土产业的人性 反而将会失去相关中方对欧洲的投资 最终削弱欧洲市场自身的竞争力 和全球电动汽车产业链的活力 欧盟目前对所有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的关税 去年10月4日冯德莱恩启动 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发起反保铁调查 8月20日披露的中财草案显示 欧盟对来自中国企业制造的进口电动汽车 额外加征17%至36.3%的关税 而Tesla就读享9%的税率 尽管不少的外媒将这次事隔一年的最终投票结果 称作为冯德莱恩的所谓胜利 但是报道也都指出 汽车票数量之高反映了欧盟成员国内部的疑虑 彭博社就说大量的汽车票 显示很多的成员国对这样做可能挑起对华贸易战的不安 欧洲动态就认为 很多分析师都指出 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出台对欧盟白兰底 猪肉和乳製品的关税 而德国反对电动汽车关税上的立场一直都比较鲜明 彭博社就分析说 德国是担心欧盟和中国的贸易磨擦 可能会为低迷的经济带来进一步的打击 过去20年德国企业一直都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联系 以便向中国日益富裕的中产阶级销售出口产品 去年德国车企近三分之一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市场 南华早报10月3日援引一名欧委会的高级消息人士就说 欧委会贸易防御师正是小心翼翼 试图向德国表明 他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持开放态度 同时又不会向来自中国的 处处逼人的谈判代表示弱 简单总结一下今次的结果 第一投票结果相信是在中国预估之内的 因为要阻止法案通过的门栏其实是很高 即是说冯德来因只要抓住35%人口的几个国家 已经几乎可以通过法案 而部分欧盟小国 即使担心和中国爆发贸易战 也都担心失去欧盟的支持 所以更多是以弃权表表达不支持冯德来因的决定 但今次投票结果也显示了 欧委会的决定未能获得欧盟27个国家的普遍支持 以至于在通过决定后 欧委会同时强调了和中国会继续谈判的 只是冯德来因当初开了的头 一定要先通过有关的草案 以显示欧委会当初的决定没错 其实既然当初的决定没错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再和中国讨论 直接实施加税 如今要边谈边要显示自己强势 只会令到外界进一步看清了欧盟的撕裂 对欧盟的团结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好处 第二 德国的态度在接近投票之前 才变得强硬反对 相信是德国车企一连串的裁员 甚至是要关闭德国部分工厂的决定 令到德国的政客深感不妙 如果中欧开打贸易战 德国企业只有进一步退出德国制造业 由此可见加关税的措施 不会令到制造业重回欧洲的 第三值得留意的是欧盟中国商会的声明 说征收高额的反补贴税 不单只影响中国企业 还会失去相关中方对欧洲的投资 最终削弱欧洲市场自身的竞争力 和全球电动汽车产业链的活力 一直以来 欧委会加征关税的最有力理由 就是认为中国车企 会因此被逼到欧洲投资车厂的 令到电动汽车制造业回到欧洲 但是现在欧盟中国商会的声明 即是表明了中国的车企 不会那么轻易到欧洲投资车厂 相信这个也是中国在谈判中 最有力的一招反制 从欧委会的消息人士的谈话中也明言 中国在谈判上绝绝逼人 由此可见 中国商务部对原则问题站得很硬的 结论就是冯德莱恩看到这个投票结果 不会笑得出来的 明知加关税反弹这么大 硬是要投票 就是想在未来一个月的谈判中 以此对中国有更大的谈判筹码 但中国的态度也不示弱 固然在中国聘经济的时候 不想和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 开打贸易战 但也不会作出双赌本源的让步 中欧贸易角力在未来一个月一定会很激烈 同时中欧双方也有一个拖的原因 就是要观察美国大选的结果 今天的分享是这么多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是财经类别 有陆宇人金融hi t 以及上风的投资攻略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的节目 多谢大家